上一回说到老羊鬼回村吃了请 要误打误撞的帮乡亲们在鼠洞里找回了丢失的粮食 全都忙完了 这才回到了自己家 因为两年多没回去了 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房子有些破败 房子就是这样 有人住破房子 也能撑个十年八年的 要是没人住啊 好房子有个三五年的 也就慌了 老伴往屋里打扫了一下 该洗的洗该晒的晒 这一晚上老羊鬼一个劲的往老伴那边挤 挨得进了被窝热乎 老两口子这一天周车劳动 又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全都沉沉的睡了过去了 可睡到了半夜 老羊鬼被老伴轻轻的给摇醒了 说是听到屋子里有人在说话 老羊鬼爬起来 支起了耳朵听了听 哪有人呢 怕是老伴听错了 老伴又听了听 确实没再听到说话的声 这才躺下睡着了 老羊鬼嘴上说没事 他可没睡啊 闭上眼睛 耳朵却直落着 约摸到了后半夜 就听到屋子里有人开始说话了 说话的是两个人 听那意思 老羊鬼的房子空下来之后 就被他们给占了 如今老羊鬼回来了 他们都不想走 不但不走 还想把老羊鬼两口子给撵走 老羊鬼躺在炕上 听得真真的 心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吗 占了别人的房子 还想把主家给撵走 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老羊鬼想翻身坐起来 却发现身体竟然动不了了 除了眼睛 哪都动不了了 老羊鬼心说不好 怕是着了道了 他用眼角的余光 就瞥见有两个黑乎乎的人影 往炕边上走过来了 看不清这面貌 隐隐绰绰的能看见 是一胖一瘦 等那黑影走近前 老羊鬼就没了知觉了 等他醒过来 发现天都亮了 他和老伴全都睡到了院子里 老伴在一旁睡醒了 冻得直打喷嚏 看到自己睡到外面 也是吃惊不小啊 老羊鬼扶着老伴进了屋 他心里大概知道了 是怎么回事了 老伴一听 说自己家的房子 被别人给占了 那就更害怕了 老羊鬼怕老伴动着 把他扶到了炕上 盖上棉被 说是去邻居家 整碗姜汤回来 安抚了老伴几句 老羊鬼把帽子 往头上一扣 出了门了 老羊鬼来到邻居家 说明了来意 开始熬起了姜水 这边烧着火 那边刘魁的媳妇 就落起了坑 老羊鬼就问起刘魁媳妇 有没有留意 他们家有啥反常的地方 刘魁媳妇先说是没有 可突然之间 要想起来什么了 刘魁媳妇说 他想起来了 还真有怪事发生 他曾经几次到老羊鬼家的院子里 夜里有老人咳嗽 可他爬着墙头 往院里却看不到人 听刘魁媳妇那么一说 老羊鬼心里多少有了数 端着熬好的姜汤 离开了刘魁家 老羊鬼让老伴 去村长家住上一晚 老伴有些担心 老羊鬼也不瞒着 说明白了自己的用意 临出门 老伴又嘱咐了老羊鬼几句 等送走了老伴 老羊鬼别上了大门 阴沉着个脸 把院子能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也没找到个活物 老羊鬼往院子里这么一寻 就只剩下仓房还没找了 于是操起了叉子 去了仓房 老羊鬼正纳闷 难道自己盘顺错了 他正寻思着 猛地瞅见墙边的一个柜子 屋子里哪哪都是灰 唯有那柜子脚上是干干净净的 老羊鬼觉得这里要细 便过去推开了柜子 果不其然了 在柜子后他露出了一个洞口来 奈何洞口太小 看不清里面有啥 老羊鬼找了一把稿头 两三下就把墙上的洞给扩大了 他扶下身子往里面一看 还真有东西 是一窝不大的刺猬 老羊鬼找了一个布袋子 把一窝小刺猬全都装了进去了 又把一大口缸搬到了院子里 把小刺猬全都放到了缸里了 盖上了盖子 又搬来一块大石头压在了上面 老羊鬼装了一锅汗烟 往墙上一靠 就等着侍主自己找上门来了 一直到了夜里 老羊鬼抱着猎枪就睡着了 迷迷登登的听见有人在说话 这睁眼一看 有一男一女站在了自己的眼前 老羊鬼装作蛮不在乎的 伸了个懒腰 其实他心里也有些慌 那两个人历生责问老羊鬼 为什么抓他们的孩子 老羊鬼不用问也明白 他们说的孩子就是你一窝小刺猬呀 老羊鬼也不搭枪 把枪顶上了火 冲着天上 于是就放了一枪 然后呢 把枪往肩上一扛 这招下马尾还真管用啊 那一男一女立马就不再叫嚷了 那男的压低了一些声音 可还是满面怒容 老羊鬼一听 他说的话也不愿意了 那女人也看出了老羊鬼不是个一般人 就劝说那男人说些软话 求老羊鬼把孩子给放了 那男人虽满脸的不情愿 可还是四两再三 跟老羊鬼低了头 老羊鬼这才把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 他也是马杆打狼两头怕 还好镇住了那一男一女 老羊鬼搬掉了大石头 放了那一尾小刺猬 那一男一女抱起了小刺猬 起身往外走 因为啊 没了住的地方了 开始哀叹不已了 老羊鬼是最见不得这个了 一琢磨 他们也没怎么祸害自己 这房子常年空着也是空着 不如积个德行个善 让他们住下吧 那一家人是千恩万谢 老羊鬼一白手出了门 去接他老伴回家 这自此 老两口子便多了个乐趣 昏得久了 那些小刺猬 时常跑到院子里溜达 也不怕他们老两口子了 哎呀 这些小玩意儿 长得还真挺快的 老羊鬼两口子无儿无女 也算是有了一种陪伴 小刺猬 能被你赶 się 放在那里 你赶快 réal讨论 这 Canal 好